花莲寺一所国小 金船有狼师出没 而且还是民班的导师 他除了借用职权 出入女侧装设镜头 被发现后还拖延通报 隐匿罪责 经过检警的调查 头牌内容 可能不只涉及国小头牌案 还有其他的偷拍 如侧等私密的影片 认为涉嫌重大 而有灭证之余 向法院申请收押获准 花莲寺某古小一名零姓代课老师 被指控涉嫌用手机 头牌女学生上厕所 26号遭花莲地方法院 裁定羈押警戒 检察官认为被告涉嫌 这个刑法妨碍秘密 妨碍性隐私 还有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 罪嫌重大 而且被告有逃亡灭证之余 所以经检察官向法院 申请羈押获准 这名32岁林姓老师是台北人 今年8月应聘上花莲市代理老师 担任高年级的班导 这个月10号有女学生察觉被偷拍 校方调阅监视器 发现她曾进出过女厕 报警处理 检警在她的租屋处搜出电脑硬碟里头 满满偷拍影片 背景不止学校疑似还包含其他地点 那已经有检调单位进行案件调查 那校方也依照性别平等交易法 来进行行政调查 他已经离职 目前已经离职 这名狼师才到任12天就被解聘 过去他还曾在新北 云林 嘉义等多个县市担任过老师 但10年前他因为一起信骚案件 被主管机关裁罚3万元 怎么还能为人失表 为了防堵不胜人员来进入校园 文府近期也发函给各校重申 应该依照不适任教育人员通报 资讯搜集及查询处理 明明有信骚前科之前 却没被列为不适任教育人员 让偷拍狼师的魔爪伸进校园 社会大众相当愤怒 借许例情况 联储房报道